你知道李嘉欣在年轻时有多美吗?以及你是否知道李嘉欣的感情历史又有多么的丰富呢? 为何在2022年初时向来健康无事的李嘉欣差点就离开了人间,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? 原本经验整个香港的他,当年很多人都以为他和四大天王中的黎明才是最适合的一对。 为何最后李嘉欣却嫁给了许靳亨,嫁给了一个连他都不怎么看好的人? 今天就来看看,这位曾被誉为了香港最美港节的李嘉欣,他那精彩的感情历史到底有多精彩,以及他的背后故事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惊喜吧? 在正式开始之前,有一个事情,先跟大家说一下,就在6月12号的那一天,这位最美的港节李嘉欣迎来了52岁的生日。 他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,在网上分享了一条动态,晒出了几张最新的照片。 从分享的照片中能看到了,李嘉欣在当时的亮相中,打扮得非常有气质,妥妥的富姐形象。 他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,以及搭配一条蓝色休闲裤,并在他的头上,扎着一个丸子头的发型。 当拉近他的脸部时,可以看到52岁的他,皮肤状态依旧很好,不仅非常的白皙细腻,而且气色红润有光泽。 不得不说,天生底子很好的他,加上有钱保养的原因,让他在52岁的年龄下,保养得相当不错,犹如一个30岁的女性一般。 记得在1月份时,由于他的突然病倒了,让当时的娱乐圈连续好多天,都在传着他的消息。 在他自己的透露中,在1月15号的那天,突然感觉到了身体不适,随后就被送到了医院中。 由于他的重度昏迷,以及病情严重,所以他在最后,被送到了ICU中,足足抢救了48个小时,才终于度过了危险。 关于李嘉欣的病倒,他并没有说出什么原因,只是说到了自己,突然感到的不是,然后就失去了意识。 当他的这个消息,在当时曝光后,迅速引发了无数关注,并被网友们,纷纷热议了起来。 不少的网友认为了,他之所以会这样,突然间就昏迷了,都是他在年轻时,曾做过的一些事情,如今恶果出现了。 虽说这样的说法,有一定的封建,且许多人看来,完全就是乱说。 但说到李嘉欣的过去,那就不得不提,他在年轻时,曾经历过的多段感情。 要知道当年,李嘉欣在香港中,曾一度成为了,全香港富太们的公敌,只要他一天不结婚,所有的富太们,就不会有一天的安宁。 那么接下来,我们就来看看,在李嘉欣的经历中,曾有过的多段恋情,到底有多精彩吧。 在他的第一段感情中,他与香港四大才子中,倪匡的儿子倪震,上演了他的初恋时期。 年仅18岁的他,就被那个花花大公子,一眼就相中了,并展开疯狂的追求。 毕竟情斗初开的李嘉欣,在一个花心大哨的面前,没几个回合就交代了。 后来的李嘉欣,因为参加港节比赛的原因,开始了在娱乐圈中,展露他的头角。 他凭借天生的身材优势,以及出众的颜值,一举拿下了当年的冠军,同时成为了许多富豪们,眼中的一个全新猎物。 所以很快地,又有了新的追求者出现,并且实力财力,都远远超过了倪震。 因此李嘉欣,很快就甩了倪震,进入了别人的怀抱。 据说在当时,有一位神秘的富豪,为了讨得美人芳心,打算赠送一套豪宅,以此试图感动李嘉欣,可惜被拒绝了。 而那个神秘富豪,据说就是香港的首富李嘉诚,因为获得港姐冠军后,李嘉欣在香港娱乐圈中,已经是无人不知,以及无人不晓。 并且那段时间,李嘉诚的妻子,正好又因病去世了,以及被传出了,有神秘的富商,打算送房给李嘉欣。 所以李嘉欣的第二个恋情,就被到处流传了,就是那个首富李嘉诚。 后来李嘉欣,进军了演艺圈中发展,并连续出演了多部作品,而在演艺圈中,进一步提升了人气。 随后在那期间,一位叫刘鸾雄的男人,进入了他的生命当中。 作为富豪的刘鸾雄,不仅资产实力雄厚,而且有着女星收割机的称号。 早在参加港节比赛时,这个情圣刘鸾雄,就已经注意到了李嘉欣。 只是在当时,李嘉欣与李嘉诚的事情,被传得沸沸扬扬的。 所以这位刘鸾雄,暂时不敢打他的主意,一直等到风声过后,才终于对李嘉欣下手了。 而刘鸾雄的追求方式,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,就是出手十分扩拙,要什么给什么。 因而李嘉欣,没几下就宣布了投降,答应了与对方交往。 只是到手后的刘鸾雄,却不会因为李嘉欣的服从,而停止他的风流快活。 即使李嘉欣,已经逼宫他离婚,把宝永勤拉下正式位置,但是李嘉欣,却依旧得不到名分。 而且没在多久后,刘鸾雄就开始了劈腿,继续在外面,寻找他的新目标。 然后没过几年的时间,已经是精疲力尽的李嘉欣,还是没能换来对方的真心。 所以他只得选择放弃,离开了那个刘鸾雄,进入了短暂的单身期。 不过李嘉欣,没过多久后,又迎来了新的恋情。 这一次的他,遇上了天王黎明,两人在演艺圈中,上演了一段明星恋情。 在交往中的他们,据说当时的李嘉欣,十分看好这段感情。 毕竟在两人当中,一个是香港的四大天王之一,另一个是最美的党姐。 对于这样的一对金童玉女,不仅李嘉欣自己看好,就连无数的观众们,在当时也表示了支持。 只是他们的交往,在黎明的个人方面,他却不这么认为。 黎明不仅否认了恋情,同时没过多久后,两人还被传出了,已经选择了分手,一二让李嘉欣,他的恋情再次落空了。 但有意思的是,即使分手后,李嘉欣对黎明还是十分看好的。 后来结婚后的他,不仅带着老公和儿子,多次支持黎明的演唱会,同时还支持他的电影。 在黎明出演的十月围城中,原本拒绝出演的李嘉欣,却因为黎明的邀请,而改变了自己的主意,毅然选择了出演。 而与黎明分手后,李嘉欣曾有一段时间,进军到了房地产中,炒过一段时间房。 在炒房的那段时间中,他结识到了富商罗兆辉,并且很快地,就被对方发出了追求。 面前这对方的疯狂追求,以及各种豪车跟包包,李嘉欣再次被拿下了。 但他们的交往时间,却没能维持多长,就选择了分手。 毕竟1997年,全球的金融风暴,已经刮到了全香港。 然后那位罗兆辉,也因为那次的金融风暴,被搞到了破产,直接回到了解放前。 但在另一边的李嘉欣,也是自然而然的,直接选择了离他而去。 随后到了第二次,李嘉欣又迎来了新的恋情,与一位小鲜肉在一起。 他的这位新对象,比自己小上五岁多,而且在当时,才刚刚二十多岁,所以是一枚小鲜肉。 只是他们的那段恋情,也是没过多长时间,就又宣布了分手。 毕竟那位陈平智,除了年龄比李嘉欣小外,同时赚钱的能力,也远不如那些前任。 说白了他,在李嘉欣的眼中,就是个穷小子而已。 而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的李嘉欣,怎么会跟这种穷小子,一起选择过下去呢? 所以,李嘉欣,就直接选择了分手。 当这次的分手后,李嘉欣在往后的几年中,先后与富商谈辉,以及富商旁为人。 都谈了一段时间。 在甩了谈辉之后,李嘉欣就找到了庞为人,并迅速擦出了火花。 而且在那期间,李嘉欣还逼宫庞为人,要求对方与原配妻子离婚。 但对方的老母亲出面了,及时打醒了庞为人,这才阻止了一场离婚大战。 然后在那个时候起,李嘉欣就渐渐地成为了全香港富太们眼中的公共敌人。 他为了上位,不惜逼迫一些富商,与自己的原配妇人离婚,搞得整个香港圈,那些富太们都十分地憎恨他。 而且在当时,香港的富太们都纷纷发话表示了,只要这位李嘉欣还有一天是没结婚的,他们就不会睡得安宁。 不过,到了2006年,已经30多岁的李嘉欣,随着年龄的不断上涨,让他感到了很大的危机。 在他的心目当中,他渐渐有了意识,那就是再不结婚,那么豪门阔态的梦想,怕是要真的落空了。 于是他,在结识了富豪许静亨之后,很快就去撩对方了,换成他开始了主动。 毕竟另一边的许静亨,由于刚与前妻离婚不久,个人的感情方面,处于一个空虚的阶段。 然后李嘉欣,在他的一番讨好之后,迅速将许静亨拿下了。 而且又经过了一番讨好过后,李嘉欣将对方的父母,也就是他的公共婆婆,也顺利被拿下了。 当时来到2008年时,已经是38岁的李嘉欣,终于如愿嫁入豪门。 与46岁的许静亨,同年走进婚姻殿堂。 在结婚的第三个年头,李嘉诚生下了一个儿子,完成了自己的承诺,为许家延续了香火。 看到了这里之后,也许有人会说,李嘉欣的感情之路,还是比较坎坷的,遇到了那么多渣男。 但也有人会说,他的目的太强了,为了心中的豪门阔太梦,不惜使用手段逼宫,让全香港的富泰们都对他十分的恐惧。 一二到了如今,才有了他的报应,向来健康平安的他,突然就昏迷了,并且还差一点点,就直接离开了人间。 那么,对于李嘉欣的感情历史,你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呢?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?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